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,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将于4月15日在台南第一高楼举行第四届工艺登高大赛,报名所得扣除支出后全数捐给台南加福中心主办单位表示,参赛者与得奖者有丰富纪念品及奖品,今年增设最佳造型奖。 只要参赛者大胆秀自己便装参赛获奖,可获得市值12000元的国泰航空香港与台湾来回机票。 想参加的民众即日起至3月15日可上活动官网httpbit,来2018VR线上报名,请把握机会。 今年赛事组别分男子个人组,女子个人组及团体组,报名费个人组每人台币600元,团体组每组10人台币6000元,今年特别增设亲子去为三人组报名费1000元。 每队友至少一位成人佩戴晶片,带满5岁,为满15岁的孩童参赛,邀请爸爸妈妈带孩子一起参赛,让孩子从小就能参与社会关怀,创造难忘的家庭回忆。 所有参赛者都可获得活动纪念奖牌,纪念背心,运动伸缩杯,纪念毛巾,面膜,点心与玩赛证明,各组前三名更有荣誉奖杯与超值奖励。 最大奖可获得相隔离拉台北或台南远东饭店住宿券,自助餐券,餐饮现金,抵用券及健身俱乐部使用券等丰富奖项。 另外,今年更增设最佳造型奖,邀请热心工艺的心。 技艺工队扮成各路超级英雄来助阵,鼓励参赛者放胆秀自己,变装来参赛,为赛事增添去卫性,获选最佳造型者可获得市值约12000元的国泰航空香港与台湾来回机票大奖,远东银行卡有可在当天独享贵宾休息室礼遇。 香格里拉台南远东饭店总经理凯德曼表示,该饭店登高大赛是台南年度指标性公益运动赛事,历年举办迄今已捐于120万元给台南加福中心。 参赛者将从地下二楼垂直攀升40层楼,高度共136公尺。历届最快记录是104年捷克选手MR. Pietro Novotny以3分52秒成绩创下,希望本届有机会改写记录。